出门在外用iPhone工作的时候 想从网页上收藏一些图片素材 还要一张张点开保存 实在是太影响效率了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像在PC端那样 一键轻松地抓取所有图片呢 为了避免因为耐心余额耗尽而出现的摔手机事件 急性责的同学不妨试试Pixaver这款网页抓图扩展工具 它是通过iOS Shell Extension来触发的应用 也就是说除了浏览器之外 任意支持分享功能的APP当中都可以使用Pixaver 在动作列表当中开启它之后 Pixaver就会自动分析网页上的全部图片 再倾注图片就可以选择抓图下载了 非常损失损事 如果说遇到一些平时怎么点都保存不下来的图片网站 比如说某度经验 Pixaver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不小心选错的话呢 要怎么办呢 咻 向上滑动一下 图片就会消失不见了 Pixaver呢也支持简单的URL scheme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复制网址URL之后 通过其他应用的Widget跳出Pixaver 并一键抓取剪切版网址当中的图片 配合着Ping以及Workflow 简直不能更有效率 不过要说什么叫做简单粗暴的抓图 相比Pixaver我觉得抓图喵还更凶猛一些 看到APP当中这个内置的搜索栏吗 只要把网站网址输进去 该网站呢所有的图片就会秒速被获取 并且呈现出来 很多抓图软件在批量下载图片的时候呢 会把很多不需要的图也一股脑的保存下来 但是抓图猫非常人性化的照片过滤功能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设置图片尺寸和图片的类型 来筛选图片 这样网页当中那些没有什么用的缩略图 按钮图小图标等网页素材就会通通消失不见了 导出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选择导出ZIP压缩包 直接保存到手机相册 或者是添加到抓图猫的收藏夹里 再告诉你一个小tips 抓图猫的收藏夹是可以直接发送ZIP图片给好友的哦 如果你对表情包大占有一股倔强的胜负欲 嘿嘿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要忘了在公众号搜索两分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好玩实用的手机APP分享 拜拜